在世界各地收听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是7月21日,星期四 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活在他完美的旨意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教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好的 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 罗马书12章2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以下的经文 圣经告诉了我们神的三种旨意 好的,可接受的,或允许的旨意 以及完美的旨意 罗马书12章2节 神好的旨意 是他普遍的旨意 神可接受的旨意 是他所允许的 并不是因为没有更好的 而是因为你坚持要这样 有一些人 神批准了他们所要求的 尽管这并不是神对他们的完美的旨意 神会这样做吗? 显然会的 这在圣经中有记载 在撒姆尔记上八章 一到二十二节 以色列人求一个国王 因为他们想和其他的国家一样 先知撒姆尔拒绝了 因为这违背了神对他子灵的计划 但在他们的强求下 神不得不只是 撒姆尔按照人们所要求的去做 他对撒姆尔说 百姓像里说的所有声音 你只管听 因为他们不是拒绝你 而是拒绝我 不要我统治他们 沙姆尔记上八章七节 想一想 尽管这不是神对他们的完美旨意 但神仍然帮他们选了国王 可悲的是 有一些人生活在神完美的 可接受的和好的职业之外 他们所上的学校 学习的课程 他们的职业或生意 他们居住的城市等等 所有他们决定的都是 是情况而定的 因此他们过着根据情况而定的生活 这并不是神对他 儿女的渴望 你如何知道 并行走在神对你生命完美的旨意中呢 那就是通过他话语的知识 和与圣灵相交 神的话语是神的旨意的表达 通过学习神的话语 并花时间与圣灵相交 你会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物性上被神的旨意所充满 与主谈论 他对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感兴趣 也许你是第一次学这个真理 你不确定你的道路是什么 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神对你有一个完美的旨意 他对你的旨意是一个戳液的生命 现在转向那位拥有所有答案的主 还不算太晚 将自己完全相符于他 话语转化的大能 毫无疑问 你会分辨出神的旨意是什么 什么是好的 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 罗马书是二章二节 英文标准版圣经旨意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行在与圣灵的同故中 跟随你对我生命的完美计划 因此 在你对我的旨意范围内 我所需要的一切 都在正确的时间得到公益 我被圣灵所引导 做出昨夜的决定 并采取与你完美旨意 和神圣目的的相抑制的行动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想要了解更多 请参考以下的经文 以佛首书 一章 十一到十二节 诗篇 一百一十九章 一百零五节 我们相信你 已经从这本书中得到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 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 他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 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 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Amen 恭喜你 现在 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的方式 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